《四百七十六月》 第一号 这是文殊市里 赤上菜童子 去南方从此南巡的第一餐 经文是 文殊市里菩萨表大致 在根本贫无者那体中 那就是至行至相的最初 也就是每一个行者最初在心底深处 念念之间 已经圆念根本自己的本来法身念慕 那叫贫无者那 你在圆念如生念慕时 在你心底深处应该就有一面智慧 它会现前为你做指引 念念教授 你现在就有一切修行的愿力 念念成就起行 你能够成就起行的那一面 那一面学习的心 那面心种叫善才 一有那面心种时 在你心底深处 你会看到还有一个动员推动的力量 那就是文殊 所以文殊的那一面心种 念念会是令你现前的这一面起行的善才 念念的斥成懇切 在圣道上开始不断的启程作用 这将来你在心中的维系上的作用之中 心性之中 你将来都能够分析的这么维系 能够体会到心性中的作用 所以当你能够明白开始在第一餐中 在佛性体上 就你根本心底深处的动力 在智体上的动力开始做第一餐时 那个第一餐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念念圆面你根本如实的 本来面目的匹奴托纳的妙体做成 所以那个匹奴托纳的妙体 为你之前的念念思维的方向 也就是在那个决心上思维 所以那个决心上思维叫做得力 那种思维是让你在现前的一切感受上 不管你觉喜觉怒觉怒的一切感受上 但是你要在感受上思维的是 你本来面目的法身的庄严 所以你会在一切感受上 感受到这一念心 它永远高超于一切感受 你最初第一餐一定要体会出 你有一念根本的能体是高超于一念一切感受的 那叫妙缝山 那就是妙缝山 所以那一念心 你看到那一餐时 它为什么是笔秋 因为这个念心一定不原念 不离开你现在原念世间的感受 但刚刚你讲 你已经在感受之中 已经知道那个超越 虽然是超越 但是你有一念行持是 念念还在看着世间感受 行持在看着世间感受 但是你这个感受当前 再也不是凡夫的流转 而是你正在看着世间感受时 你是体会心中那一念妙高 妙高峰 体会那一念高峰 体会那根本的得名 所以那种作用叫做什么 那种作用叫做比丘 那叫禁止 你体会的是你超越的作用 但你看的是你现在的一些感受 所以在那个超越当前 你还有一念心是念念禁止 所以那个得名 它还有一个像叫比丘 所以这里面 《华严经》 把你心境每一个角落都维系住 不管是于名于像 于它的功德行持 不管它分别说 或者是总和一起说 你会发现 它就是一张心理图 它就是一张本来的心理的图腾 所以你在这个上面 开始体会菩萨云和学菩萨恨 所以下面的经文里面有讲到 得名彼修在别山上许步进行 明明在妙峰山上找得云 得云却在别山上许步进行 这里面都不是在讲故事 不是故意如此安排的 因为你看到是那念超越 那念超越是妙峰山 但是这个超越是在哪里 说超越的 是在一切感受上说超越的 所以它是在别山上 你看得到妙峰山 但是你在别山上许步进行处 你体会的是超越一切别山的妙峰山 这是心境中的庄严 许步进行 所以后面得名彼修告诉三才 教他学的都是念佛门 为什么念佛门 就是念你的根本大觉 心体的本来念目叫念佛门 都思为你根本的 毗诺诈那法身的慧门 什么叫毗诺诈那法身慧门 现在你的所有的一些感受 不管是好是坏是大是小 过去我们是凡夫 抓着感受就是流转 将来你要是知道一些感受 其实都是你的觉体时呢 那就是回家照见毗诺诈那时 也就是毗语你在静色之前 你若是你都能够知道静色 不管它如何变化 如何幻化的势力再强 那任其再强我都知道是静体时呢 那一切静色就回归静体 就回归到它的根本法身边路 你可以站在静体上担当一些万化 所以那叫法身 因为绝对不暧昧一些法固 但是你绝对不会堕在感受静色上 从此以后扭转在静色的最末梢 所以那叫法身那叫毗诺诈那 将来这是静子座的批语 将来你在你的觉体上都能这样子感觉 将来你在觉体上感觉时 你觉得我 你都不会被这一念觉得我的这个我觉所障碍 你既然不被我觉所障碍 你自然也就不会被身觉死觉 老觉病觉苦觉所障碍 这个人可以在一切时间明白一切万化 但他居然是初世间的圣贤 因为你根本的决心也从来没障碍过 只是不认 所以我常常讲 譬如说 我们现在虽然是凡夫 你以为我是凡夫 但仔细思维 你为什么觉得凡夫每天的感受多彩多姿 你之所以能够体会多彩多姿 是因为你根本能觉的心体 从来不多一切感觉 你才会多彩多姿 假如你的能觉的心体是某一种感觉 你就不会是多彩多姿 你的着急是因为在这种感觉 就会变化成那种感觉 所以当它变化成那种感觉时 你仔细思维 它在之前 它也从来不是前面那个感觉 所以后面才能够变化成这种感觉 既然前面都不是那种感觉 所以现在在变化成这种感觉 它也从来不住 你才会觉得心体的灵活 才会觉得生气的黯然 你才会有生命的感觉 但是明明你有这个生命的感觉 你都不认 你却抓着自己最末章的执着 去黯然了生命 从此以后背离了生命真正的智慧 所以你生生灭灭 只能受生死之苦 其实在觉 觉生觉死 觉都没有生死 可是你却在生死之上 受生苦死苦 那也叫可怜 因为你觉不是生死之 你才能受生苦死苦 因为你觉得死苦的那个觉 都不是暗顿 也觉得不会断练 你才有死苦可受 因为你有死苦可受 能受如此大苦 聪明的人也能够体会到 因为他会受到死苦的大苦 所以死病不是真死吗 不然谁觉得有死苦 但是众生就是这样的茫然 所以就沦落在妄想的生苦死苦上面 随它流转 所以佛门才教授一切行者 了脱生死 叫你了脱生死 所以这一篇中 每一天的开始是短短的几分钟 但是就是要现在教授大家 去学会如何在每一个文字上面消归自信 如何在每一个经文的文字上面 跟你自心中体会 将来你再看文字 就不是讲的那个神妙 不是讲的好像是他方世界神话故事 他讲的是你自信之中的文字 他讲的是你自信之中的山格大地法界的庄严 所以那个时候你再读来 每读一遍 将来你都能够开闲智慧 所以他下一餐参海云 你懂得那个圣乐时 心中的圣乐 下一餐就参海云 再餐就参圣柱 所以得云是什么 得云是体 海云是下 圣柱其实就是用而已 所以善哉童子的前面三餐 就是体相用 也就是佛法身 也就是佛法身 所以一切都在佛法身体相用餐 所以这一卷到最后的结束的时候 他就叫你参弥智 弥智是什么 他讲是人 有一个人叫弥智 前面都叫比丘 这个叫做人 为什么 当你明白佛法身这个进持相识 你就真正能够走入人间 你才是真正能够走入人间时 你才是真正能在人间修行时 所以这叫善哉童子五食三餐 大家慢慢体会 到哪里 你再辑到哪里 我开始一步 我准备到哪里 我开始回来 感谢观看